各位朋友大家好 自从1949年中共夺取中国大陆的政权之后 海峡两岸两个中国人的政权就自然而然展开了一场竞争 这就类似于当年东德和西德 南朝鲜和北朝鲜的竞争 都是同一个民族 他们一半是民主自由的政权 另外一半是共产独裁的政权 我们看在东德和西德的竞争显然是西德赢了东德 南朝鲜赢了北朝鲜 那么在台湾和大陆这个竞争当中 台湾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 其实是都赢过了中国大陆 台湾的政治已经实现了民主化 台湾的经济人均GDP也远高于大陆 文化方面台湾也是赢过了大陆 台湾的歌手邓丽君的歌曲曾经征服了整个大陆 被戏称为白天听老邓 就是听邓小平的讲话 晚上听小邓 就是听邓丽君的歌曲 台湾作家琼瑶的书一时在大陆也是一时风靡 所以我们看台海两岸文化交流方面 台湾它是输出的一方 大陆是输入的一方 这就叫做水往低处流 因为台湾是高处 就是往大陆这个低处来流 所以这也可以看出台湾的文化水平是高出大陆一节的 所以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 台湾文化都是向大陆输出 而没有说大陆的文化向台湾输出 那么台海两岸这两个中国人的政权在这个竞争当中 虽然说台湾赢了政治经济文化 唯独在外交方面是输得很惨 这主要是因为当年大陆毛泽东玩了一个叫做连美抗输这个轨迹 他背叛苏联要投靠美国 那么毛泽东背叛苏联之前 北京和苏联关系是非常友好 蜜月期间 那么那时候大陆和台湾也是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 大陆属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 那台湾就属于美国的资本主义阵营 双方叫做楚和汉界 针锋相对 那个时候美国和中国大陆是没有外交关系的 和台湾是有正式外交关系的 而且美国阵营的日本英法德裔这些西方主要国家 以及像韩国菲律宾亚洲近邻国家 也都和台湾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和中国大陆没有外交关系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台湾的国际地位还是相当高的 而且台湾还在联合国拥有席位 在1960年6月18号呢 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正式访问中华民国台湾 与当时的总统蒋介石同乘一个敞篷车 沿途接受50万群众的家道欢迎 而且呢 正好啊 这个艾森豪威尔和蒋介石呢 又是在二次大战期间 他们分别担任欧洲战区的盟军统帅 和中国战区的盟军统帅 在1943年开罗会议的时候呢 两个人还曾经见过面 那么艾森豪威尔正式访问台湾 就引发北京狂怒啊 解放军向金门岛 疯狂发射17万炮弹泄愤 在艾森豪威尔 6月18号访问台湾前一天 6月17号 北京就以欢迎艾森豪威尔为借口 突然向金门炮击8万6千多发炮弹 造成国军4人死亡 民众3人死亡 在艾森豪威尔离开台湾的6月19号 北京又以欢送艾森豪威尔为借口 又猛烈炮击金门发了8万8千发炮弹 造成国军3人死亡 民众3人死亡 那么当时台湾是鉴于 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在台湾访问 他要顾及国际大局 避免在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期间 台湾和大陆发生什么军事冲突 影响这一次的访问 所以台湾面对大陆的炮击 台湾的国军并没有还击 那总而言之吧 他认为中国大陆如果能够背叛苏联投靠 一下子那些美国的盟国 台湾的国际环境可以说空前的恶化 那台湾人在国际上就成了一个没有正式身份的人了嘛 那么现在台湾这个台独运动 也就是说希望台湾在国际上能够成为一个被正式承认的国家 不要像现在他们是一个台湾人所谓不三不四 不伦不类的一个身份 那我们前面说到台湾这些年来 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都赢了大陆 但在外交方面他们输得很惨 不过呢 最近台湾在和大陆这个外交战的方面 可以说是节节取得胜利 而且这一次呢 台湾还是主动发起这个外交战的攻势 把北京打得节节败退 十分狼狈 特别过去欧洲啊 一直是台湾外交的一个薄弱环节 因为欧洲国家呢 远离亚洲嘛 对亚洲的事物也不是太关心 而且很多欧洲国家还想得到中国大陆去赚钱 他们不想得罪北京 因此呢 欧洲对台湾的态度啊 一直十分冷淡 但是随着北京这个战狼外交挑衅西方世界 要武力威胁台湾 那么欧洲也开始越来越关注台湾 这时候台湾也就可以在欧洲打开外交局面了 上个月呢 台湾的外交部长吴昭燮在欧洲东欧几个国家进行访问 提升了台湾和欧洲的关系 那么东欧国家成为打开 就是台湾打开欧洲关系的突破口呢 一来呢 是东欧国家和中国大陆贸易往来比较少 也就不怕得罪北京 二来呢 台湾的现状就唤起了东欧国家 他们在冷战时期沦为苏联从属国的一个悲惨的回忆 捷克的参议院议长说 我们很清楚有个老大哥在背后盯着你是什么感觉 我们有过亲身经历 这也是我们支持台湾的原因 因为台湾背后就有一个老大哥 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且呢 吴昭燮在访问欧洲期间呢 还访问了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 这就表示呢 整个欧盟都要准备提升和台湾的关系 在上个月呢 欧洲议会是通过了历史上第一份叫做 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 就建议呢 欧盟要提升和台湾的关系 包括把台湾在欧洲的经贸办事处改名为 欧盟驻台湾办事处 在前天11月3号呢 欧盟议会就派了一个13个人组成的代表团 访问台湾 在台湾停留三天时间 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等高官 要提升台湾和欧洲的关系 台湾方面声称呢 这是欧洲议会首次派官方代表团 正式访问台湾 意义重大 那么在蔡英文会见欧洲议会代表团的时候呢 对方告诉蔡英文说 我们来到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明确的信息 那就是台湾你并不孤单 我们的访问应被视为重要的第一步 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个非常具体的议程 即高级别会议和高级别具体步骤 共同建立一个强大的欧盟台湾伙伴关系 那么这次欧洲议会派代表团正式访问台湾的 那是台湾外交的一个重大胜利啊 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在外交上压倒了北京 北京呢 他的那个大外宣多维网也发一个文章 就是很酸酸的说呢 说是欧洲议会代表访问台北 蔡英文政府赢了台湾输了 说台湾输呢 当然是酸话嘛 蔡英文政府赢了 也就是说北京也私下不得不承认 这一次真是蔡英文赢了 那当然北京官媒对这个欧盟访问台湾是极为恼怒嘛 但是他又不敢发作 毕竟他面对这个欧盟几十个国家 他也觉得得罪不起 所以北京媒体就愤愤的说呢 说13个欧洲人到台湾省挑衅中国 但他们也只是说说而已了 没有敢说什么狠话 什么制裁报复之类的话 他们都不敢说 昨天11月4号呢 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说呢 中方对欧洲议会的个别议员 访台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欧洲议会是欧盟重要官方机构 其成员理应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复杂敏感性 恪守欧方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承诺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维护好中欧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中方敦促欧方纠正错误 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以免对中欧关系造成严重冲击 那么这次欧洲议会代表团正式访问台湾 和蔡英文进行会谈 完全就是踩了北京所谓一个中国的红线 而且还是踩得非常的厉害 可是北京对这种踩红线的举动 他反应反而是很低调 他只是说希望欧洲纠正错误 也没有敢说什么后果自负的威胁 更不敢说什么制裁报复的狠话 也就是说北京这次事实上是认输了 那这一次是说等于说台湾的 跟北京的外交战是台湾完胜了北京 北京不敢对欧洲发火 他只好拿台湾来出气了 今天11月5号 北京国台办突然宣布 大陆将依法对台独顽固分子追究刑责 终身有效 第一批上榜的所谓台独顽固分子 就是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 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坤 台湾外交部部长吴钊燮 不过北京还是没有敢让台湾总统蔡英文也上榜 这就是表示北京真是怕了蔡英文了 习近平让蔡英文这次是打趴下的 虽然说北京在外交上他输了 可是面子上还要嘴硬 他还要搞不停的各种军事行动来威胁台湾 最近北京的官媒报道说 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工程防化旅周桥分队 在闽南某陌森水域展开了一场浮桥架设演练 那解放军第73集团军就是驻扎在福建省厦门市 就是在金门岛对面的被称为对台的第一线部队 那么现在驻扎在厦门的第73集团军要搞什么渡河演练 就被解渡为解放军准备要攻金门岛了 所以他要搞这个渡河演练 这样一来北京的小粉红又嗨起来了 那可笑的是北京这样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没有把台湾吓住 反而把自己人给吓住了 最近中国一些地方就出现了强购粮油米面的情况 北京官方就赶快发声说 说是粮食库存很充裕供给完全没有问题 叫大家不要抢购 那人们为什么要去抢购这个粮油米面呢 就是不久前商业部是发一个通知 要求人们储蓄一些日用品 这个通知就被解读为解放军要攻打台湾了 很多中国民众在北京不断的释放 说是要解放台湾 要武统台湾的新闻的情况下 他们就相信这次北京政府要求民众储存日用品 就是说北京已经决定要武统台湾 那么储存日用品就是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对台湾军事斗争 带来这个物资短缺 然后现在北京的各个部门都不停的放话说 根本不会有什么武统台湾吧 让民众不必恐慌这个事情是不会有的 不过可笑的是这样的武统台湾的这个恐慌就是北京自己宣传出来的吗 最近中国大陆有一个非常火的帖子 他就说呢 祖国必须统一 不计代价 地动如雷霆后 冬季到台北去看雨 这个帖子就表明说呢 北京准备在近期就要发动武统台湾的战争了 到冬天就要占领台湾了 冬季到台北去看雨了 这个帖子的背景啊 是来自北京国防部发言人的话 他说呢 大势所趋 大意所在 不动如山 动如雷霆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强化使命担当 保持高度戒备 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招之既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那么最近呢 北京的小粉红又开始热议 什么统一后啊 台湾省的买房怎么选 就是他们说 已经开始考虑啊 北京武统台湾之后 到台湾怎么样去买房的话题了 这个虽然是一个笑话 很多小粉红还真的当真了 他们都认为 北京马上就要武统台湾了 那到今年冬季就要到台北去看雪了 那就要去看雨了 不过呢 这一次呢 北京商务部为了平息民众这个抢购物资的潮啊 他也不得不放话说 北京并没有武统台湾的计划 这样呢 就把北京国防部说什么冬季到台北去看雨 这个武统台湾的神话给破功了吗 那么等于说自己 他就北京自己否定说解放军不会有什么武统台湾 那么现在呢 这个解放军说的什么冬季到台北去看雪 没有把台湾人吓住 倒是把大陆人吓得去抢购物资 就闹了一个自己吓自己的笑话 昨天11月4号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呢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本截然不同 这等于就是从根本上否定的北京一直说的所谓一个中国嘛 因为美国说美国的一个中国版本和北京那个版本截然不同 那就是表示美国就不承认北京说的那一个一个中国的版本 所以呢这也是台湾外交的一大胜利呀 过去呢北京总是拿这个一个中国来压台湾 那么现在美国就公然否认北京说这个一个中国 那今后北京就没什么东西来压台湾了 更有甚者呢 美国最高军事将领 就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就表示说 如果需要的话 美国绝对有能力保卫台湾 这是美国军方首次明确放话保卫台湾 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这当然又是台湾外交的一大胜利 北京对美国军方的表态虽然是十分恼怒 但他又不敢发作只好酸酸的说 美国军方这说保卫台湾就是一个空话 不管美国军方说的是不是空话 但他这个话完全就踩了北京一个中国的底线 北京在踩的底线之后不敢发作 只是酸酸的说对方说的是空话 那么这是表明北京在台湾问题上吧 他已经是龟缩下来 已经缩起来已经不敢闹了 我们前面说到中国大陆和台湾这个交手当中 在外交方面一直是大陆赢 台湾一直是没有赢过 从来都是输的 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大有作为 能够解决毛泽东邓小平都一直不能解决的台湾问题 这样呢就让他可以得到一个可以得到终身制当皇帝的功绩 但是习近平越是急着想在台湾问题上有所作为 结果呢越是在台湾问题上大输特输 台海两岸的外交战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没输过 江泽民和胡锦涛也没输过 可是到了习近平偏偏连外交战他都输给台湾了 而且习近平这个外交战还输给台湾一个女总统蔡英文 这更是让北京中共政权丢了一个大面子 这必然也会造成北京高层反习近平势力 攻击习近平的一个绝好的理由 因此说不定台湾蔡英文会成为压垮习近平的最后一只骆驼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